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圣经节呢 是一个耶稣型的圣经 那在这里面呢 他提醒我们很多的部分是 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他讲到了一个重点 在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常常在埋怨一件事情就是 他怎么都不帮我 你在家里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你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他都不帮我 我们常常都会想到这一句话 怎么都没有人帮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说到没有人帮我 我们时常要去翻新我们自己的生命 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在顺境或者是低谷的时候 你都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你很开心的时候 你去想你的生命真的是 从你的内心底而开心吗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是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你吗 在之前呢 有一个新闻 这个就是一个瓦斯爆炸后的结果 那我们知道 瓦斯爆炸通常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在这个爆炸案里面 这个主人家的两个孩子也在里面过世 但是 咱们下来